鲁玉采访引地梁家辉,短短几段对话,就被陈雷史上最强大聊,简直把鲁玉对到怀疑人生,他大聊只对鲁玉,但他开明,放开和接受孩子的世界,鲁玉问,你的女儿找男朋友,作为当爸爸的,最明智的方法是什么?梁,我从来不管,我女儿十四岁就开始开脱了。 鲁玉又问,如果你不喜欢你女儿的男友,会不会说他,娘,又不是我嫁给他,能补鲁玉的OS,影帝咱不按套路出牌呢?鲁玉反驳,我是说这个人的为人,不是现在这个人怎样,未来发展会怎样?梁家辉一脸猛逼,我当年为人也不怎么样,我相信女儿的眼光,他大聊耿直不迎合,但他真实,谈道, 不交情,不虚伟,鲁玉问,如今演戏应该不是为了赚钱,是为了兴趣吧,为了艺术吧?梁家辉很直爽的说,拍戏还是为了赚钱,为了养家,鲁玉问他在演戏的快乐和赚钱间选一个,他还是选择,赚钱,当然赚钱的同时,你要尽自己能力将戏演到最好。 当大部分人有人设,有台词,有日本地表演时,这个演了130多部戏,演了30多年的老艺人,最终没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,做着最真实的自己。 初到30多年,梁家辉他是活得真明白,他身上保留着那份做事业的初心,做人的真,对感情的成,让人敬佩。 他是千名影帝,拿奖拿得手软,却沦落到街边摆地摊,每一次看梁家辉演戏,脑海里都会冒出一句话,演什么,是什么? 东城西就大家肯定还记得吧,他是那个傻乎乎的端王爷,坚信找到命中注定的真些人就能成仙。 九十二黑玫瑰的黑玫瑰里,像痞子一样的小警察,黑金里那个老谋深散,成琥珀深的周朝鲜,大爱将印象最深刻的,还是那部有情人中没成倦属的情人。 那号湄公和船上最美的邂逅,他是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满满荷尔蒙的东西少爷,在喜欢的女孩面前,却把残弱的少爷演得丝毫不懦弱,隐忍,客制。 明明是面无表情的明示,一个眼神却满满都是情绪,还有恋战冲绳。 大丈夫获得第二十三届金像奖最佳男派角奖,韩战获得第三十二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太极,智取为古山。 他塑造的电影角色几乎没有重复的痕迹,角色诠释恰到好处,又深入骨髓,这与他的成长环境也有关。 梁家辉的妈妈是影院阶线员,他从小就跟着妈妈电影阶炮打,培养了他对电影的特别理解。 大大的戏院,好几百人,上千人,一起笑,一起感动,就像看球赛一样,不用指挥,进一个好球,全场鼓掌。 这才叫电影。 大学毕业后,他报考了TVB艺人训练班,和刘德华是同窗好友,经常一起跑龙套,一点一点的从表情,肢体开始磨演技。 1983年的时候,内地影片《垂帘听真理》,梁家辉饰演柴若多病的咸丰皇帝,并奄奄的模样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甚虚。 这部片子让他直接跳过锦箱仙人奖,第一次斩获这家男主,这是好的开始,无奈却引来了糟糕的恶人,火烧原名人剧照。 那个年代,凡是在内地拍过电影的演员,在台湾一律被封杀,他失去了泰满市场,香港公司也不敢找他拍电影。 整整一年没有收入怎么办,他只好和朋友去夜市摆地摊,卖自己设计的工艺品。 心情自然是有些苦闷的,但却也是幸运的。 他邂逅了与之相伴一生的妻子,江嘉年,对你是一见钟情的爱慕,更是日久生情的不离不弃。 当时江嘉年在香港电台做制作人,梁家辉的影片他都看过, 看到这么一位天才演员遭遇如此的不公,便亲自打电话,问他愿不愿意录制广播剧。 梁家辉自然愿意,当时他的第一感觉就是,这个女人真够大胆的,是香港唯一敢给我工作的人,第一次见面。 在最穷困梁老的时候,他在江嘉年面前,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,每次他和江嘉年搭声几句话,就够他回味好几天。 遇到对的人,大概就是这样吧,相识几个月,他们便开始了热恋。 梁家辉当时很穷,别人拍拖去各种浪漫的约会,他却连一杯咖啡都请不起。 他们拍拖约会,就是在家里下午仔细,穷又如何,与你在一起的小确幸,就是稳稳的幸福啊。 梁家辉更加确定,这就是值得他一生珍惜的女人。 仅仅交往半年,他们就撤证结婚了,他身上只有八千港币,又不愿意用父母的钱。 梁家辉丝毫不介意,两人一切从前,不是酒席,不公正结婚,花了三千港币卖戒指,去饭店吃了一顿饭,住了一晚豪华套房,就把婚礼办了,积室也花光了。 后来梁家辉问起妻子,当初为什么敢嫁给一穷二白的他,他说,我相信你不会让我过难过的日子,你有幸福做赌注,我怎舍得让你输。 婚后梁家辉被演艺事业慢慢红火起来,姜佳妍也成为他身后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 在拍摄法国影片情人时,梁家辉遭到黑社被禁影视公司的恐吓胁迫,梁家辉也被软禁,但最后还是将嘉年站出来和头目谈判,说服对方让梁家辉情人的拍摄顺利完成。 得即如此,夫妇何求,你陪我走过一无所有,我陪你走到岁月尽头,在娱乐圈。 梁家辉可谓是宠妻黄魔呢,每次外出拍戏都带着老婆。 然而,很多媒体却因拍到江嘉年坏病后身材变形的样子。 至于,影帝的女人怎么丑成这样? 媒体拍到的照片里的江嘉年,已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窑窕身姿,身材又肿,穿着朴素无常。 此后,梁家辉宠爱宠气几十年,让舆论哗然。 但梁家辉去回应,在我心里她越来越美了。 即便已是老夫老妻,她还常常趁老婆睡着,的时候偷偷看着她,心里有种温暖的东西在流行,这是给我家庭的女人,她是我的爱人,也是我的恩人。 她一如既往的对她好,结婚二十周年给她送大钻戒,朋友打去笑她,她就对回去,老婆是碰在我手心里的一颗钻石。 每次逛街一定紧紧牵着老婆的手,拾指向扣,时不时还来个天面吻。 为了陪伴女儿成长,她还曾经吸引两年,一行陪伴。 她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,要让老婆,双胞胎女儿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今年的520刚好,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,她三十年依然牵着同一个女人的手,带着女儿出去逛逛街,吃吃饭,一对恋人。 头一两年谈恋爱,那是恋情,十年八年以后,是感情,数几十年后女人会拉她的手上街,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 很多人赞赏她对婚姻的付出和坚守,她却说只是自己的爱情被神化了,她做的,只不过是普通男人该做的事。 不忘初心,方德始终,终其一生,她活得明白,讨好的是最真善美的自己,愿每个努力真诚的人,活成别人稀罕的样子,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